第七百七十五集 天崩地裂后是什么模样? 沧海桑田之后又是怎般的凌落? 此时出现在张帆面前的景象就是最好的注解。 目之所及满目疮疑, 天上有云团不住的汇聚爆开, 那惊天动地的一击余波仍然在延续。 地下一个豁然大洞深不见底, 似是无量大海的水眼直通向无限的深邃处, 见或有云气不断地填补, 仿佛即将痊愈的伤口处接连长出的肉眼。 这般恐怖的景象张帆自讨就是全力一击也绝对无法造成。 在这方弥天境乃至整个云中天地, 能够造成如此恐怖伤害的怕只有那众神殿和大云州了。 两者抗衡终究是众神殿更胜一筹, 故而这毁灭基本也都集中在大云州的一方。 此处也正是此前武炼、云华等人驻足祭出五方石的所在。 正所谓厌过流痕, 这般凄惨模样如若换个普通人来此驻足, 目瞪口呆之外是发现不了什么的。 可是在张帆如垫的神木之下却是动若观火。 黄论,在这一片残破的天地之间还有一雾散发着温和的红光悬浮在虚空中。 那悬浮在豁然大洞上空, 好像在抗拒着其犀利而左右摇摆, 似是沧海中的一叶扁舟的正是张帆少年时所得的宝物——乌朝。 此物本在他元神大成的时候就已经送到云华的手上, 让他借其躲过三大天人尊祖的探查。 现在,乌朝上张帆贯注得足可以使用两次的力量都已经消耗殆尽了, 火红的光辉显得暗淡, 不过照亮了方圆树杖而已。 默然了一下,张帆轻叹出声,随手招动。 嗖的一声,乌朝像是龟朝的雏鸟, 颤鸣之声游自欢呼一般, 瞬间飞入张帆的衣袖之中。 张帆当日将乌朝送出, 伴在命为命运长河中所亏得的天机, 伴也是为着云华能够依靠剩余的那次威能, 逃得自己的性命, 现在看来,罢了。 张帆摇头叹息, 在他的脚下, 那个豁然大洞, 为不住涌来的云气所填补, 弥合, 终至不见。 当叹息之声随风而散的时候, 红光一闪, 整个天地都随之沉寂了下来, 再也不见人影。 画红而后, 张帆并没有在原地停留, 甚至没有仔细查看一番。 以他今时今日的修为, 单是凭着空气中游自不曾散去的气息, 便不难在脑海中把一切重演和再现。 哪个弥合了的豁然大洞, 显然是最后时刻, 五炼等人借着大云舟之力, 生生地在弥天境与云中介当间, 打开的一个通道。 正是通过这个通道, 他们才能安然退去。 如若不然, 成为三大天人尊祖泄愤的对象, 那可真是呜呼哀哉了。 谎论他们, 便是五大云园之主旗帜, 也承受不起。 可问题在于, 那豁然大洞之中渐渐消散的气息, 有云园, 有五炼, 却是唯独没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这就是云云和云华。 时间回溯到片刻之前, 那个时候张帆尚未从天人大阵当中摆脱出来, 大云洲在众神殿的压迫之下已成不知之事, 众神殿下那条代表着生机的裂缝也已经出现。 这个时候, 目标完成, 正是大家逃命的时候。 云园等人本来也是如此做的, 早在祭出五方石凝成大云洲之前, 五炼便向众人交代过一番事成之后的做法。 极其的有默契, 云园等人加大了灌输入五方石当中, 的灵力, 他们的合力与五方石引动的天地微能相比较, 自是微不足道, 然而此时却也是至关重要的。 去, 当其时云云青鹤出声, 一双御手绽放如青莲一般, 又似秦龙一样, 将这被众神殿反击回来的澎湃巨力, 导入到众人置身之处的地下。 哼, 沙时间, 弥天竟大地剧烈地颤抖, 若有钻头一般, 深入其核心之处。 云云所为, 正是他们计划的最后一部分, 也就是脱身。 师有不邪, 他们自是有死无生, 然而现在事情一切顺利, 他们也是人, 岂有不求生的道理呢? 再说他们几个人身份皆是不凡, 只有灵星半点的可能, 云海瑶等五大云园之主, 也会为他们留下一线生机的。 这惊天轰鸣声, 剧烈的大地颤动之声, 正是他们生机的所在。 以无上天威, 众神殿与大云洲的变相合力, 直接打穿了弥天井, 第一时间回到云中介, 这便是他们的计划, 他们可以说是成功了。 三夕之内定然会洞穿, 由于五方石的原因, 他们几个人皆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在那一刹那灌入地下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 在这般恐怖的未能之下, 别说这弥天井了, 就是九州大地说不定也会被打出一个无底的深渊。 事实也是如此, 眨眼的功夫, 他们几个人脚下的大地似是被挪移到沼泽之中一般, 正在不断地凹下去, 陷入其中。 当其中的威能彻底爆发, 想必这脚下的大地就会在转眼间湮灭成空。 连商量也不用商量, 云远等人齐齐震动灵力, 连同五方石一起浮空而起。 终于, 云远长出了一口气, 将灵力从五方石中拔了出来, 做出同样动作的还有五炼。 此时, 天上的大云洲正在众神殿的压迫之下, 寸寸地崩溃, 漫天灵气暴动, 恍若置身于即将爆发的火山, 毁天灭地一般的恐怖。 收回了灵力, 云远脸上颇有几分苍白之色, 一副历节的样子, 抬头望了一眼天上苍穹, 尝出了一口气。 还来得及, 我们走。 一个走字含在她的口中, 却吐不出来。 云云, 你, 你做什么? 云远本来已经放松下来的神色, 瞬间便爬上了浓浓的惊恐之色。 出现在她面前的, 是她没有想到过的一幕。 云云, 云华, 这两个人仿佛被一道无形的绳索连接, 任凭尽风呼啸, 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变。 第一时间, 云远本以为是云华还没有开始收回灵力, 抑或是耗力巨大, 无力摆脱, 然而在目光扫过之后, 她便推翻了慈祥。 云华仙子脸上, 云上神色变幻, 先是煞白, 继而血红, 最后又转为铁青之色, 显然不断地在运力挣脱, 却始终没有什么效果。 让云远觉得奇怪的是, 即便是处在这般的境界, 云华仙子仍然紧紧地抿着嘴唇, 不曾发出半点的声音。 没有惊叫, 没有质问, 也没有求饶, 平静之中带着决然和心如死灰。 这个时候, 云远若是还看不出问题是出在云云的身上, 那真是白痴了, 她那去质问的也是冲着云云去的。 云云和云华一样, 始终是一言不发, 只是从外表看上去几乎没有人能够再将她和片刻之前那个冰冷如万年玄冰一般的小女孩联系在一起。 她一头绣发染满了白霜, 如有狂风自下而上鼓动一般, 倒飞而起, 似是张牙舞爪的群魔乱舞, 骄俏的脸上一抹狂热之色浮现。 甚至, 连云云那一双冷若冰霜的眼睛都被疯狂的血红之色填满了。 姐姐, 她看都不看云远一眼, 紧紧盯视在云华的脸上, 英唇轻张。 姐姐,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姐姐, 也是第一次。 云华仙子的嘴唇上鲜血迸发了出来, 恍若被神咬了一口, 鲜血不住地流淌。 以前, 你又何曾这样叫过我? 我不稀罕。 她几乎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才将这些话以平稳的语气说出, 道德后来无以为继, 差不多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的。 话音刚落, 云华本来白皙的皮肤骤然染红了, 旋即轰得一下, 万千血剑, 蹦射而出。 这些血剑射出之后, 似是无形的吸附之力的作用, 化作漫天的云雾, 云集在云云的周围。 漠然间, 血雾轰然塌陷, 仿佛要将那个天上白玉凝霜一般的女儿家, 全身染上血红之色, 装点成修罗的样子。 但是, 这大厦风景的一幕并没有出现, 血雾近身, 豁然分解, 化作一种烟红淡淡的雾气, 在云云的一个呼吸之间, 尽数被她吸入了体内。 嗯, 这, 道德这个时候, 云园才真正回过神来, 骇然望向了空中。 在那里, 对峙着的两姐妹走向了两个极端, 云华整个人都消瘦衰老了下来, 好像那些血溅将她的生命力, 她的青春一齐带走了。 她本来白皙无暇的皮肤, 此时也显出了几分铁青之色, 其上更是遍布密密麻麻的血点, 壮弱厉鬼。 与她对比, 云云却好像吃了大薄的灵脆一般, 整个人精神健忘, 皮肤上甚至引然浮现出了晶莹的光辉, 这个时候认识谁也看出问题来了。 下意识地, 云远踏前一步, 欲带阻止, 可是谁也不知道, 她是因为张凡的缘故, 还是自身看不下去了。 不过这些都无所谓, 她这步刚刚踏出, 还不等做什么呢, 便觉得相风拂面, 眼前一花, 一个曼妙的女子挡在她的面前。 五链神将, 你…… 五链双臂大张, 两翼横张, 拦在了她的面前。 云远顿了一顿, 惊讶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五链略微低头, 躲开了云远灼灼的目光, 强作淡然地说道, 你不需要知道。 话音落下, 再也不开口, 恍若识相一般, 却也没有半点让开的意思。 五链是何等修为啊, 云远想要突破她的防守, 近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她只能默然了。 紧接着, 正当云远将欠然和惋惜的目光, 投向云华的时候, 一抹惊讶之色, 在云远的眼中浮出。 云远眼中映出了惊疑之色, 自然也逃不过五链的眼睛。 有问题, 她再也顾不得云远了, 默然转过身去, 望向那两姐妹对决的战场。 此时的情况, 与刹那之前相比, 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云华本来还带着一点 侧然的神色不见了, 脸上竟是冷酷森然的笑意, 又让人看不出她在笑, 反而有一种恐怖在其中。 云云原本的得意神色也不见了, 待知的是一片凝重, 就好像形势颠倒过来一般。 在他们两个人之间, 一股飓风从无到有, 游须转时, 缓缓地浮现出来。 一对姐妹天生宿敌, 隔着这道飓风狠狠地 互相逼试着对方, 眼神之凶狠, 不像是一对姐妹, 倒像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 灵力倒卷, 卷天席地? 武恋惊呼出声, 除却云华姐妹, 也只有她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天人云雾化生大法 和天人兵心蝶舞大法。 以她的身份, 为云海瑶所重, 也是少数真正知道内情的人。 两个女儿, 一修云雾化生, 一练冰心蝶舞, 在合适的时候, 以冰心蝶舞吞噬云雾化生, 牺牲一个人, 而成就另一个人, 便能修成真正的天人大法, 一步登天。 这般的秘法, 本是天人秘传的, 即便是在天人异族当中, 也少有人能够施展成功。 云海瑶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个秘法, 还是他们中周冤主一脉偶然所得, 便是天人们也不曾知晓。 五恋正是因为熟知内情, 又由云海瑶托付她, 护持云云要成功, 这才出手阻止了云远。 现在一看, 她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此前, 云云之所以能够把云华紧紧地锁住, 便是引动了秘法, 以两大玄公之间那天然的相性, 而使得云华无法挣脱, 从而使得云云能够以结单的修为, 困住云华完全无法动弹。 这个时候, 这种束缚力却是出了问题。 那一道飓风, 乃是云云与云华之间引动, 吞噬灵力的通道受阻, 导致灵气碰撞, 僵持不下形成的飓风。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武恋面冷如霜, 他虽然并不十分赞同, 云海瑶让他的两个女儿修炼这般残忍的功法, 对云华也不无同情之意, 可是目以成舟, 他也只能遵命行动了。 这, 毕竟是难得的机会,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云云早就到了可以突破的阶段了, 云海瑶的计划也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此前不过是因为他和云华之间的修为差距太大, 而吞噬这一关键步骤又不能让他人插手, 否则适得其反定然无法成功。 不曾想, 等到云海瑶为云云准备好了珠般灵物辅助的时候, 事情又生出了变化, 那就是张凡。 谁也不曾想到, 云华自云中界归来, 身边竟是多了张凡这么一个绝大的高手, 而且一看就知道, 这两个人的关系也已经密切到了一定的地步。 既然如此, 要想炮制云华仙子, 就不能不过张凡这一关了。 眼看着张凡实力越来越强, 甚至已经真挚了不可测的化神境界, 并且与他们云中人族的安危息息相关, 越发地不可撼动。 在这般情况下, 他们也只能另寻办法了, 引动五方石的威能就是最好的机会。 这般做法就是为了解救困在众神殿中的张凡, 由不得云华不出尽自己的权力。 这便是哪怕明明感觉到其中有鬼, 云华还是不得不踏进陷阱的原因了。 这是赤裸裸的杨某。 在引动五方石的时候, 众人一身的修为都是荣于一卢, 全部设防, 这正是弥补双方修为差距的最好时间。 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云华的修为远远超过云云, 也无法抗拒密法的牵引, 只得束手就擒。 云海瑶的计划不可谓不周详, 捉的时机也是刚刚好。 这个时机若是放过了, 等云华和张凡再会合起来, 挟着元神大成之威, 怕是他们再也没有施展的机会了。 可以说势在必行, 可是奈何意外偏偏发生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五炼, 云云乃至云远, 齐齐地把目光凝到了云华仙子的身上。 一看之下, 皆是心中一动, 若有所思。 在云华周身上下, 一层淡淡的, 不细看的话, 几乎不可见的红光如水一般流转着,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将云华与外界隔绝。 飓风成形之初, 也是红光浮现之时。 乌朝, 一定是乌朝。 云云与五炼同时惊呼出声, 云远的脸上也浮现出了恍然之色。 gratuit的モディー